北二高基金一路129巷这里的南下扎道 每到上班尖峰时间总是容易塞车回堵 连带影响到整个大五轮地区的交通状况 因此在当地里长反应下 立伟林佩祥特地邀及高工局和安乐区公所人员 以及外辽里长延后广 新辽里长黄书云 五轮里长李文才 新轮里长李金龙 以及中轮里长李源林等人 一起到附近大楼顶楼俯瞰北二高会堪 寻找可能的改善方案 会议的结论其实分三点 第一点高工局愿意全力配合 在与我们基隆市大五轮地区 来去配合疏解塞车的状况 像是说在上坡的时候 能够增建一些耗制 来提醒用路人尽快加速进入高速公路 以避免后面车子的回堵 第二点佩祥也会跟市政府再一次协调 看是否能够鉴请这些大货车业者 在七点到八点之间尽量不要送货出来 延后到八点之后 来让我们七点到八点之间 所有通勤到台北的上班 不管是开车也好 还是坐投靠客运的好朋友也好 能够顺利的早点去到台北上班 第三点也是最实际的 佩祥未来会请我们团队 跟派出所跟各个里长来去做沟通协调 在上班的时候尽量去保证说 我们基金一路这两线道的道路 能够保持道路的畅通 尽量能够取缔或避免围停 还有其他对于道路上不友善的措施 让我们的好朋友在白天上班的时候 能够早点上高速公路 避免猜测之苦 另外同样是这一段北俄高桥下 明乐桥附近刚好在进行 有水利署补助经费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施做的 大五轮溪中期整治工程 不过当地里长不太相信 这种大石头堆叠的生态工法 担心大水一来会承受不住 因此向议员郑凯玲反应 因为我们这一段的地方 现在目前在施工当中 里长一直非常担心 我们的自然生态的工法 以后日后造成日后 我们的降雨量跟水冲刷的一个问题 会不会影响到 更大的淹水的一个状况 所以今天请各单位 一起来这边会看来说明 郑凯玲也反映给立委林佩祥 一起邀请市政府公务处 河川水利科 以及附近几个里的里长等人 一起办理会看 希望施工单位提供资料 给里长们了解 消除对这种工法的疑虑 会看的结果是 确定在两个月之后 约略是五月中旬的时候 整个河道改善工程 利用生态工法会能够完工 而且承受的水量 是可以承受得了 一时之间好大雨的侵袭 所以在会后 那市工单位也会提供相关数据 给所有的里长 让他们去跟里面来去做报告 使大家能够安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今天的朋友是 芬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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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lard 谢谢大家